我们现在来到耶路撒冷城墙国家公园 就是古时大卫城的地方 在这个国家公园的东北角 是大卫城东边的城墙遗址 就在这里发现了一段在波斯时代建造的城墙 这段长约30米的城墙 发掘后经过考古学家考证 才在2007年宣布 确认是尼西米所修造的 所以我们相信尼西米到了耶路撒冷 住了三日 很可能就是先用一些时间了解城墙的情况 制定重建城墙的方案 然后第二章十八节记载 他才呼吁土包们一起来斗工 当夜我出了谷门 往野狗井去 到了粪场门 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 见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 于是夜间沿袭而上 查看城墙 尼西米夜间所查看的城墙 就是耶路撒冷南边的城墙 尼西米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领导人 他知道修建城墙 是神给他的使命 以路月二十五日 城墙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天 我们再次回到尼西米城墙的遗址 当人们提到尼西米的时候 通常想到的是他带领以色列人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但是尼西米记大部分的篇幅 都在讲尼西米如何重建 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 这最后两节经文就是他的结论 这样我洁净他们 我的神啊 求你纪念我 施恩于我 可见重建城墙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重建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 是尼西米真正的目的 也是他在回耶路撒冷之前的祷告 尼西米的心态 是历世历代 信徒领袖的靶样 亲爱的朋友 弟兄姐妹 以色列人从贝鲁之地 三次归回耶路撒冷的历史 就是前车之鉴 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这两卷书 其中都用了很多的篇幅 记下了这群回归的以色列人的名字 让我们看见 神看重他们是爱神的一群人 他们肯舍弃在贝鲁之地 既有的安逸生活 回归耶路撒冷 重建和神一起的生活 以色拉记和尼西米记教导我们 要立志遵行神的话 来回应神救赎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